最近忙着宣传火锅英雄的陈坤是来到了惊心秀做客 已经40岁的陈坤一直都被封为是忧郁王子 不过细细想来你看他这两年不断地突破戏路 还参加起了真人秀 这到底是什么让陈坤突然解放起天性 一起听听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我今年已经40岁了 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打破所有的条件 40岁的陈坤在事业上越挫越勇 在4月即将上映的电影火锅英雄当中放题姿态 饰演一个爱吃火锅的无名小卒 什么拳打脚踢酒瓶招呼高空坠楼样样来 曾经核实陈坤还是厌神犹豫气质非凡的小生形象 不过在他的作品当中 我们渐渐看到了更多面更鲜活的角色 要问这一切的改变为何而来 这还都是陈坤身边的朋友给挤出来的 想要做阳光王子的陈坤最大的改变就是 从一个门葫芦变成了一个画廊 比如在整个访谈过程当中 他把自己的优点数了一个遍 而且都不太脸红呢 我觉得我其实优点还蛮多不止一个 我这个平平都主孩子长得虽然我的貌美无花 我儿子现在特别帅14岁 你觉得比你帅吗 长相可能比我帅 14岁的儿子也默默躺枪了 不过在教育方面 陈爸爸也遵循着阳光路线 绝对不让儿子感染到任何娱乐圈的坏袭气 行的在线上还报道